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吧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 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吧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 退网 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吧 你还记得以前网吧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吧的时候就是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 小北 带你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 然后一到那发现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 是吧 他说 小北 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啊 那天我出网吧 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从大门掏声的 你知道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网吧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 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突然那个大哥就往我借书 我说 你看吧 网吧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吧好几个人吃泡面 书有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书到用时方很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我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嘛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缺心眼吧 你知道吗 气死了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无理取闹的 那帮踢足球的人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差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炒的啊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炒瓶吗 对吧 谁花钱就让谁玩 那炒瓶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炒瓶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 不敢当 还是还给史可朗 这个小亚运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 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都是 住手 都不要再打了 我说 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 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 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跟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灵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 对不起嘛 应应应 你们女生可能不知道啊 应应应这三个字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略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 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 推网把我累了 我推不了 因为我天天刷短视频 大数据天天给我推一些小姐姐 然后我划过去了 他不会以为我不喜欢小姐姐 他觉得我不喜欢这款小姐姐 还给我推 大数据是对的 我老婆也不管我 因为她在忙着看帅哥 我们就属于开放式短视频 搁刷搁的 然后其实大数据 还会给我推好多 我自己的演出 我就看到底下有条评论 口音好重啊 我回复 也没那么重吧 我觉得 他说你是山东的 当然觉不出来 我说我是山东的 你咋看出来的 他说你不觉得 你打字都用盗装剧吗 我说不觉得呀我 其实除了效果的工作 我还在微博剧委会里边兼职 就是处理一些违规的帖子 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 许多特别学演员被骂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吧 骂他们的时候收敛一点 要不然增加的都是我的工作量 如果非要骂咱们各退一步 咱别在微博上骂 而且微博剧委会是考试进去的 但是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会怕考试 其实考试的内容 就是处理各种判断 然后这是哪种类型的违规帖子 很容易选错 比如说有个很暴露的头像 写着看视频什么什么网址 这属于哪种类型的违规 我一想 这不属于社区福利吗 看一笑看一笑 这是属于违规引流 但是你要是再深入地调查一下 发现 这其实更属于虚假宣传 违规的帖子 大概就分这么几类 比如说百分之四十左右 是地狱攻击 山东怎么样怎么样 有百分之三十几 是男女对立 比如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混合性攻击 比如山东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 就特别过分 它不违规 但它夸得特别过分 就像刚才斯文姐说的 李旦 瞎心男友 然后说他去头可食用 但是李旦那点精华 不就在头里了吗 还有人喜欢李旦的身材吗 别人 这是我的马甲线 李旦 这是我的虾线 而且还有人说 我喜欢的就是李旦的穿搭 合着你们喜欢虾皮是吧 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的沟通多了 假装线节节也多了 有些杠精真的什么都杠 感觉他们看个童话都会杠 比如说圣诞夜 卖火柴的小女孩 因为穿得太少 被冻死了 底下肯定有杠精会说 我就说吧 女的穿得少了容易出事 然后为了其实治理 网报这些事 还有水军这些事 各大APP开始显示IP地址了吗 前两天看到一个吉林网友 发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视频 底下就有人回复 说东北人怎么这样 这时候一个黑龙江网友就站出来 说他是吉林的 我第一次见到因为一个网友 东北地区准确地划分黑吉林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 说这个人是山东人 闯关东过去的 但是这个措施我觉得也起了一些作用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些特别想拍你的事 我就等我出差不在山东的时候 集中回复 在高铁上收到短信 大美某某欢迎你 我就知道该回复了 不知道他看见我说的啥还欢迎我不 其实现在我感觉 治理网络暴力的程度还是不够的 我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想法 就是在ID后边加上身份证号 但是全部胡上 你每被举报一次 就给你抠开一个数 这样乍一听是不是还挺过瘾的 但这其实就是跟网报是一样的 就是在用违法的手段治理不到的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上网开心 违规的事就交给我们微博局委会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我是真的想配网 我跟你讲 这上网太容易让我焦虑了 就我每天早上一打开那个小某书啊 上面那个人啊 个个长得跟明星一样 就搞得我现在走在大街上 看大街上的人 我就在想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普通人呢 太假了吧 我现在商场里面 偶尔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在想 这是什么滤镜啊 这是丑徒秀秀嘛 真的 我现在发现 网上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长得美的人 不管发啥 都有一堆人挑刺 就那种长得特别丑的 大家就费尽心思 找各种角度夸他 那现在哎呀 长成这样了 夸夸他吧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为啥都在夸李 但是虾系男孩了吗 他长得不如我 随便夸 对吧 我今年36岁啊 我自己其实没啥年龄焦虑 但是你知道 每次我在网上 提到我的年纪的时候 都会有人惊慌失忌 哎呀 你暴露年龄了 我都不知道 这有啥可暴露的 而且你想想 就小时候 我们学到暴露这两个字 后面跟着都是啥 暴露了丑恶嘴脸 暴露了虚伪本质 哎 我现在感觉啊 就算是女间谍去卧底 别人给她抓了 说你是 没错 我暴露了 我是间谍 你是198 不要暴露我的年纪 给你拼命 就说我现在 真的觉得网上啊 就是没有一个 36岁的人 长得像那种 正经的36岁 就是那种 我小时候 我妈 跟我妈的朋友的 那种36岁 就是那个年代的 36岁多真实啊 对吧 他们有眼纹 法令纹 鱼尾纹 小细纹 抬头纹 穿字纹 我妈还比别人 多了一个王思文 就现在网上的 那种36岁啊 你别说36岁了 四五十岁的人 长得都跟二十岁似的 你天天上网的时候 你就感觉 中国根本不存在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你就我这个年纪 我要发自己的照片 还要被人夸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配个文案 姐姐今年七十了 素颜状态怎么样 我有时候在网上直播 不化妆就会有人说 斯文不要太自信 看看你的法令纹 你知道我为啥 不化妆还能这么自信吗 因为我嚼了两粒 一搭无糖口香糖 一嚼就起范 连法令纹都散发着 深深的自信 真的我觉得 现在小某书上 大家开心的点都很奇怪 就比如很多女生 喜欢晒自己的离婚证 佩文 今天离婚了 开心 底下纷纷评论 恭喜姐妹开始新生活 离婚节好运 祝我也早日离婚 我就真的好奇了 你们离过婚吗 你们真以为离婚 有那么开心吗 有 大家都说爱情会让人变美 我觉得根本不是 我觉得单身才会让人变美 就是因为你结婚之后 你心里就觉得自己有着落了 你就会自动关闭 那根吸引意境的天线 就是以前我就上金星的节目 金姐给我说 你一看就是那种 自我放弃的移婚女人 那现在我就不一样了 现在以我的名气 我根本上不了金星的节目 现在离婚之后呢 我现在每天就没事去健身啊 我现在觉得自己变化很大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自信了 我现在家里都不需要男人了 我甚至还会拒绝那些 想靠近我的男人 就哪怕这个男人 站在我家门口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说 放门口吧师傅 同照睡我自己换就行 真的说了这么多 离婚的快乐 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美化离婚生活 对啊 我就是在美化离婚生活 因为我离婚了呀 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在美化结婚生活啊 我过啥样的生活 我就美化啥样的生活 每个人都可以美化五分钟生活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谢谢斯文 三 二 一 请坐票 男姐 你是听到了什么触动给你们 不是 我是想告诉斯文是 就算是结婚状态当中 桶装水也是我自己搬的 真的吗 对啊 我不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换桶装水的经历 我可以的 说出你的故事 而且是用最大桶的桶装水 就是不要小看一个女人的能力 我觉得女孩要保持自己 能搬桶装水的能力 不管有没有人帮你搬桶装水 有备无患 是的 斯文触碰的这个领域 我特别喜欢 他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我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好 我很喜欢斯文里面有个点 就是不管你是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你在感情当中的状态 不应该用来判断一个女性 她是不是幸福 是不是开心 甚至不能去衡量她的人生价值 我很喜欢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要拍这个灯 谢南 我听说一事 我听说别人家里头都是那种 一块做家庭游戏 就是做什么纸牌游戏 桌游什么的 你们家是那个防火训练是吗 这我也听说过 不不 你说的这个太业余了 金哥是直接拿了一套 滑匠的设备来 这你有 你听见没有 你们就是演习 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他因为要出差 去剧组很长时间 然后他怕万一有点什么事 我一个人在家无法自救 于是就心血大声说 媳妇我们练一下滑匠吧 我以为是开玩笑 然后他就拿出了绳索 试图要教我怎么打那个绳扣 因为上一场斯文就特别的炸 然后全场就已经沸腾了 但是这一集我觉得就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稳 其实斯文一步一步往后走 特别棒 你自己感觉呢 找回比赛的感觉了吗 今天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 我要喜欢我表达的东西 然后我要比较松弛地站在这个台上 然后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好的 那么斯文得到了三个拍灯 六票 暂时进入待定区 没想到我也晋级了吧 这是我第五年 第一次闯进第三轮 怎么说呢 真是又兴奋又陌生 我看了一下这一轮 我同组的对手是 小北 斯文 孟川 王建国 徐志胜 肉食动物 还有杨丽 我在里面有一种 外国人到中国打乒乓球的感觉 那些从第一季就开始喜欢我的观众 我也可以终于跟他们炫耀 外国人也是有手的 江草也是有嘴的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 网上最近很流行一句话 经典超绿牛奶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每百毫升含六克人双高蛋白 五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念广告 经第三轮确实是不一样啊 大家不知道 很多演员还不太愿意念广告的 我就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念广告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所以导演组把广告词给到我的时候 我都嫌太少了 我觉得他们的广告词就应该是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三年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灵门 六克人双高蛋白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 说实话该说不说 我前几年上节目 我给网友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差了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网上有些粉丝过来 鼓励我也不好好说话 非得给我铺垫一大堆 给我来个预扬心意什么的 说那种子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端也不好 在节目也被淘汰了 但你是最棒的 我听话都不知道最棒在哪里 我觉得这人过得不顺手 真的很容易敏感易怒的 我是那种敏感到近乎迷信那种人 我这四年 每天晚上睡觉 我都是开着四胆灯睡的 我每天起床的闹钟铃声 是李戴的音频 恭喜进入晋级区 我 我已经神经病了 我跟你们说 所以我也看不得网上那些弹幕了 你们都不知道 像我这样 前几年我在节目上那段表演 他们是怎么骂我那些弹幕 他们甚至都没有在评论我的喜剧的 他们就说很讨厌我 在表演的时候 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 很不卫生啊 我理解的 我理解 其实就是因为我表现得太差了 其实一个人他只要足够成功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评价的 你们看过王嘉尔唱歌吗 王嘉尔也很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唱歌的 但从来没有弹幕说他不卫生了 人家的弹幕全都说 我好想当那只麦克风 我觉得 真的生气你知道 我每次都忍不住在下面留言 我说这也太不卫生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又生气网友骂我 我又很理解人家为什么骂我 因为我现在回去看我自己那段视频 我都想骂自己啊 是我不好 讲这么多年的脱口秀 连普通话也说不明白 去年 去年我还在节目上 我还臭目要脸说自己是帅哥脱口秀 搞了喜欢帅哥 还喜欢脱口秀的都不喜欢我 我甚至连夜给庞博打电话 我说对不起 我给帅哥丢人了 没事 前几天真的有关系什么 大家应该也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播出了 你们看到网上那些评论弹幕怎么说真是 杀疯了杀疯了 我们的演员情况就四个字 就是无人生还 每个人都被臭骂了一顿 连成路话眼线都被说了几句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 真的是眼线领导瞎线老板 今天这一期啊 是半个月之后播出的 我希望到时候我精神还正常吧 真的趁我现在还健康 我想对半个月之后的自己说 江子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通也不好 在节目可能会被臭骂一顿 但你是最棒的 谢谢大家 那么请紫浩 带定区稍事休息 恭喜小北178票 进入紧急区 可以可以 听得太快了 今天票都这么高 小北是天生的开场演员 则言第一 他在台上永远是松弛的 而且他讲的话题永远是开心的 不会让你有负担的 第三就是他在台上 会和观众 有这种天然的亲近感 所以他今天开的场是无可调剃的 堪称完美 直到紫浩 其实在每一季的时候 他都做过一些不同的尝试 想要去找自己的风格 我今天看他在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些 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以后他肯定会走得更远 接下来 你们两位跟我一起站起来好吗 接下来到了这一对漫才组合 最喜欢的漫才组合 漫长的时候了 真的吗 掌声请绕食动物 肉食动物 它很强的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稳定 其实像它们那样的默契度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冲上天花板舞台 我们阻碍率最大的确实就是肉食和直胜 直胜真的是暴力脱口胸 按着我的脖子在地上 给我洗药给我洗药 电话哥他对网上世界有他自己的一种相处方式 所以我很期待他们讲出来一些什么新的角度 杨力那篇稿子我非常喜欢 他就是我心中的脱口修女王 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 我可能觉得这经济真的太难忘了 但现在我觉得我今天状态还行 斯文静那个表现甚至让我梦回花 替他开心 替这个舞台开心 他回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